抗疫基金第二輪 我都有申請過7500元一次性 對教練來說是不夠的 政府曾經提到他可以考慮申請綜援 我們都不希望一大批的 這些基本上原來屬於中產的體育的從業員 變成去綜援人士 本港第三波疫情緩和 政府由8月28日開始逐步有限度重開 部分涉及較少身體接觸的戶外運動場所 康民署核核設施 也在9月11日和17日逐步重新開放 封場期間 以教波衛生的全職教練生計受到多大影響 他們對於疫情和未來有什麼看法呢? 我叫潘炳超 你可以叫我潘Sir或者叫我Ben Sir 我現在全職教育無求 都教了七到八年 在疫情之前 基本一個星期 我每一天都有兩到三班教的 還有可能學校的訓練班 疫情期間這些場地基本都關掉了 疫情之後停了運動場 基本就零收入了 全部都沒有了 我知道的都很多都轉了行 可能找一下兼職 最多就做一下外送員 我們作為全職教練 最大需求當然是場地 在我的學道 今次重開體育館 當然是十分好的 因為我們收入上都會有一點 措施上我們都覺得可以接受 因為選了一場 相對都安全一些 可能戴口罩大家也會安全一些 我自己個人的建議就是 盡可能場地 不要說一刀切 全部關閉就最好 可能像現在這樣 可能一半場地 相對來說 對教練或者學生 都有少許適合 起碼不會說 全部都不能運動 運動場地早前三月的時候 已經試過關閉了一個多月後重開 加上7月15日再到關閉 已經是第二次 運動場所 是否可能在疫情完全受控之前 反覆關閉再開放呢 反覆開放呢 我們當然希望不要這樣 因為這樣做 就製造了很大的難題 給賴以維生的 全職的體育專職教練 你要給他們一個 所謂安穩的工作環境 和信心 政府都說會擔心 出現在那個更衣室 保育間等等 我們就針對這些 所謂高風險的行為 出台一些措施 政府就要針對那個業界 和那個運動的性質 去訂定一個不同的要求 長期要政府資助這個根本是不現實的 現在新的方案出來 對於曾經接受過資助的那些 就會加大一些力度 當然政府提出 大概是每人可以拿到額外的五千元 由原來基礎七千五百元 現在增加到五千元 就會得到這個所謂額外的資助 但問題就是有些原來都拿不到的 而它又是因為政府要防疫的需要 關閉了一些廚所 而失去了工作的機會 那麼這批人 是不是政府都應該要想辦法去幫呢 那麼政府的態度就說 我都覺得需要 不過我識別不到它 誰是誰不是 那麼政府曾經提到 它可以考慮申請綜援 那麼我們都不希望一大批的 這些基本上 原來屬於中產的體育的從業員 變成了去綜援人士 而綜援呢 也有一個很嚴謹的一個資產審查 我相信在目前來說 這一批業者 用那個綜援的資產審查 他們未必可以達到的